请收看 维新世界 金刚般若波罗蜜精 三界梦境 永远的权 此地众生 多不休息 无上圣圣微妙华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辞 我今见闻得受辞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 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 各位维新圣教 一经大学 同修代表 与各位双善之士 下午第一节 我们由 圆运法师许瑞勤老师 教各位圣哥 合掌以为花 身为供养具 这一句话 就告诉我们 我们的本性 我们有这个身体 我们有这个身体 使使你合掌起来 你这是一朵花 一朵花 很漂亮的花 共佛 相互的真净众生 身为供养具 身 我们有法身 有化身 有报身 这都是在 供养 人与人与人之间 供养人与佛 所以 我们这一句 圣哥 非常有意义 所以我 勉励我们所有的 维新贤士同修 是 看到人与人之间 阿弥陀佛 你所见到全面的 都是佛 像我见到你们大家 你们都是佛 所以阿弥陀佛 相互的问君 相互的 印心 相互的尊敬 回顾 多年前 我们有同修 他 在公司担任 财务经理 他的公司 常常被倒载 被一些 倒向的朋友 倒载 钱借了 不凡 我们这一位同修弟子 受到公司 老板 交代他 你要去 讨这个债 因为是财务经理 他说怎么办 这一下 这钱 拿不回来 他就要走路 他就求老主 给他智慧 给他聪明的智慧 第二天 就去 那些客户的家 要去 跟他们 清理 债务 那一位 客户 是道上的朋友 一大堆 他到 到了这个家 这个公司的时候 他穿着我们的法弧 和长了 先礼敬大家 阿弥陀佛 我今天 是来跟你们 怎么样 怎么样 结果那一些人 弄住了 傻了 怎么遇到一位 和长 向我们拜 所以说明 来友 那一些 在 在务人 大家很高兴的 聊天 聊一聊 从抽屉 拿出一叠的支票出来 全部都开了 让他收 收回来 好几千万的债务 收回来 所以我们这一位 同修 弟子 跟他们说 师父 我和长 跟他们拜 尊敬他们 原来 你在银行的经理 要去讨债 凶巴巴 一点 都没有相互尊重 这个是什么 这个 在务人 和他银行 有先世的罪业 没有了 所以 以佛的力量 佛的智慧 后来 圆满 这个是 就是 聪明 智慧 为何因 全是 出在 恋佛人 当下 性的恋佛 不一定 你要全身的出事 当下 你要念佛 尊重 各位都是 阿弥陀佛 全身的罪业 就能化解 这叫解厌 自解 这一个很好的例子 所以我们这一位 贤士同兄 就附着公司的 去追回债务 所以他去 以前所 积欠的债务 都是很 有礼貌的 要念佛的方式 相互尊重 而且 还债的人 很高兴地还 就没有结厄缘 他们的生意 接下来 反而都一直好起来 所以各位同修 我们修到 我们要有道 修行 要去做 就依法去行 这个就是 现世报 当下的报 刚才 中午 我在 休息室休息 没有办法休息 整个 这边 都麻了呀 麻又硬 讲话也 很难都讲 我跟 我跟他说呢 天后参堂 右边 同修 所点的 这些祈福的油灯 把他移开 原来放在那里 就挡住 风水 雷电 四大天尊 所以你挡在那边 四大天尊 告诉我们 这不可以了 不可以怎么办 就让我 一半 一半 整个都麻了 又硬 那原新主任 他用了 要搞推 推不走 我想一想 应该就是当下报 你去把那个移开 移开 我也不知道 移开了 好了 输入起来了 那原新主任 进去 我说好了 我移开了 把他移到那边去了 这是当下报 当下报 这是英国 有英 就有国 国 报在我们身上 所以各位同修 你们在家里 佛堂 要排一些东西 你一定要很小心 不然你要拨杯 如果没有用意 普瓜 我把这个 排在这边好不好 说不是排在这里好不好 或是哪里排在这里好不好 这个马上当下报 现实的当下报 不好的话 马上到 曾经 那一位师兄 他也 非常的 爱好一些 大自然的水晶酒 水晶 这个洞的石头 所以 他把这个回来放在 家里的 刚好 在酒族方 酒族 就有三七九 三星 相星 和运盘合在一起 三七九 克的 是 昆宫 是老母 而且在前 房子的 前面的龙边 表面的龙边好 事实上 那里就是 女主人 的身体 是昆宫 所以 这子宫瘤 子宫癌 大了八九公分 医师 认真地看 有一天 刚好 严选法师 换料本帐 去他家 看了结果 他 算了 这个不行 不能花在那边 很漂亮 没有错 那就是 当下 现世报 英国 因为 你的 水晶洞的 石头 你排错了 结果 化为煞气 所以就要赶快 移到 八百方 复兴 移过去了 过了 一两个礼拜 渐渐舒服起来 再去检查 结果了 只剩 两公分 这两公分 再过一段时间 全部就好了 恢复正常了 所以你们家里 要排一些水晶洞的石头 很漂亮 要注意 现在有一些人 想要花财 就去买 石头 亮晶晶的 切圆脸的 当做水晶球 那是花财的 我告诉你 十个 十个岛 不要以为说 那种水晶球 会 就是宝 你放错了 那当下 报 现实报 当下报 所以回家 你们有这个水晶球 远远的 大大的 你要放在 你的桌子的 正中央 我告诉各位 你注意心脏病 这个不要 随便乱放 你可以买来 欣赏 你要放在哪里 你先普挂 放在那里 吉凶如何 挂中 祖孙鸟望向 就不会有事情 财咬望向 不会有麻烦 兄弟咬中 你会破财 你会劫财 在将近二十四五年 有一位老先生 七十几岁 说他都在 做水晶球 来现活事 后山那边 看到信徒就介绍说 这个会花财的 水晶球 一个要三万五万 刚好 我到后面去 走一走 被我碰到了 我看这个老人家 在搞什么名堂 算一算 我说 先生啊 你这还在家里 是会劫财 他没有啊 这会发财 一个多少 大一点的二十万 中的十五万 完你先发财了嘛 对不对 排这个水晶 在家里 弄错了 反而是劫财 所以 那位先生 老师啊 什么事 我送给你好不好 我才不要呢 我现在这里就已经很没有钱了 我在送来 我又劫财 那又破财 破财怎么来 就是莫名其妙的事情 不会让你 去破财 所以同修 你们要做什么 你很喜欢的东西 都可以 但是 你一定要 先 扑挂 沾挂 对你 吉凶 如何 若是 关过窑 洞 来扣 水窑 保证 一定 看死 一大片 一战 过一战来 关过窑洞 来扣 如果带白服 你家里的人 这个灾难 叮叮叉叉叉 所以我们修行 你要知道 和我们有没有福报 有没有缘 没有缘的话 你勉强 你一定 会损财 反而不如意 不是所想的 那么一回事 所以希望各位同修 你们回去 家里有放了水晶桥的 你们位置要 弄清楚 弄清楚 你要排在哪里 要沾挂 当下信说 现在这个水晶桥 在家里吉凶如何 挂中 祖孙导 有 表示会平安 父母窑洞 家里 宿会一大堆 官鬼窑洞 暖操操 兄弟窑洞 你不知道怎么样 常常常 劫财 玄武洞 你都要注意 会丢查操 猪穴洞 就是 莫名其妙 跟人家 有口说之灾 玄武洞 撒拉千 北货洞 水光之灾 成舌洞 成舌窑 叮当 家里好像有阴影 常常闪来闪去 好苦 所以同修 我们一边学道 一边用意 学艺经 你可以减少 不必要的烦恼 你要做一件事情 你要请神 神在天边 请佛 佛还没注释 你要请谁 就请王散老祖 用意 知天机 用意 知吉凶 听到没有 有 我有给你们主顶 还会拍手 所以 佛经 就是到达 心安的一条路 叫做佛经 智慧之路 所以我们修行者 学道者 一定要 知道因果 凡事都有因 就有未来的果 有的当下到 是果 有的未来到 三年 五年 也不一定 所以我们知道了 我们 一定要先用意 先 查吉凶 免得 吃亏了 忽天天不应 忽地地不灵 到时候 万提万爹 万老父 万老爹 也没有用 自己 自己 没有智慧 不要求你们 吃素 不要求你们 念佛 但是 你们 要 能够知道 用意 你就能够 趋吉避凶 黄万万未然 以及 无首生的 增产 奥义 祝福各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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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